龚俊,有请俊俊! 杨阳哥好! 新年好! 你快乐吗? 好棒啊! 我觉得俊俊每次出现都会把快乐带给大家 那可不! 这是一种太棒的能力了! 主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很开心啊! 又见面了! 新年快乐! 好开心好快乐! 这好像就是一个神奇的缘分 每次开年的时候 都会跟Fresh,傅雷斯,还有俊俊 太有缘了哥! 我们都很有缘! 新的一年跟大家来分享新年的祝福和喜庆的气氛 今天你看我们现场就是超美的 超好看! 好多这个简纸艺术! 你身上好像也有点红色的像简纸一样的花纹 像简纸一样的花纹! 有个小兔子! 有个小兔子! 所以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几天在忙什么? 这几天忙着唱歌啊! 我今天早上失眠了哥! 怎么讲? 我三点钟才睡! 我昨天是在学歌 然后呢就是脑海中啊 一直是这两首这个歌啊 一直在我一直唱 一直唱! 太洗脑了! 新学的歌吗? 新学的歌! 马上就要唱了! 要不要透露一下什么风格的? 这个国风! 三首都是国风歌曲! 讲到唱歌大家真的最近这个耳朵非常有福! 大家看了我们一句 哇! 太影后的有福! 你知道很多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圈 好多人因为你的这个跨年舞台圈粉入坑了! 哎呀!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他们就没见过这么可爱的 就是蹦蹦跳跳的一个善模一人! 我跟导演组说了啊! 那个我上台 我要向邓超哥学习 怎么说? 去年春晚不是很嗨吗? 用这种很欢乐的气氛 我跟导演组说过了 要跨年就是要看这种欢乐的舞台 对对就是要开开心心嘛! 你自己有回看那个表演吗? 看了一些片段啊! 怎么怎么只看片段? 借过一下! 其实找错位置了你知道吗? 你自己看到自己这个舞台什么样的感觉 这还有一点害羞 还是挺开心的吧! 对对对! 就是新的一年跨年嘛! 对不对! 新的反正就快快乐乐的就好了! 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这个俊俊 我们往中间一点点! 这就可以了! 俊俊也收获了新的这个title唱跳歌手!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蹦蹦跳跳的跳! 唱跳嘛! 对吧! 边唱边跳那就是唱跳啊! 是的! 给大家带来非常欢乐的气氛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新的一年有更多期待! 刚刚也有小小的给大家录透了一下! 聚透了! 嗯! 录透了一下! 都一样了! 反正就是透了那么一点点! 对! 给大家期待一下有这个国风的音乐作品! 那讲到这个新年! 今天已经第三天了! 2023年的第一天你做了啥? 给大家分享一下! 新年第一天干啥了? 第一天在飞机上! 回来! 从长沙飞回来! 对对对! 那你吃了什么第一顿? 新年第一顿吃了什么好吃的? 飞机餐! 飞机餐! 那机场吃了长沙的粉! 所以在机场吃了一个粉! 所以现在一年马上要投入到更多大家要期待的东西了! 前面我们讲到很多的缘分! 我依稀记得我们去年也大概是这个时候! 一月初的时候! 是的! 那时候是我们的Fresh跟Molly做了一个合作! 合作! 也是最近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时隔一年又来到了我们的天猫巨划算欢迎日! 什么样的感受? 哎呀! 这一年呢! 跟Fresh的缘分呢! 首先啊! 真的非常有感谢啊! Fresh能够跟Fresh有个再续这个缘分啊! 也很开心啊! 这次直播又和杨阳哥还有Fresh一起了! 是的! 去年呢! 大家也都知道是咱们Fresh跟Molly的限量款! 今年呢! 大家都看到主题了! 对吧! 剪纸! 是我们剪纸艺术啊! 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剪纸文化运用在了包装上! 还融入了Fresh的一些明星产品成分! 中国新年红的颜色大家看到很喜庆! 最近这左手边有这个啊! 非常大惯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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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杆叫我们这个! 红杆叫崔晶华叶! 还有一只小兔子! 这上面有小兔子! 你知道吗? 还有我们的紧身衣面膜! 对! 非常新颖啊! 嗯! 这个和我们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 你自己会剪纸吗? 嗯! 我会剪! 但是剪的好不好! 就另外! 你能剪个直线什么的? 那没问题! 剪个暗心! 只能剪啊! 我们可能会有现场让你就体验一把的这个机会! 哦! 想不想感受? 可以! 今天我们有老师在! 那其实讲到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 剪纸新包装的! 一个艺术的红茶酵母胶脆! 包括整个红茶家族的一个系列! 你自己是不是也非常亲切看到他们? 非常亲切! 都是我们Fresh的明星产品啊! 大家也都知道那个! 红茶酵母胶脆精华叶! 我平时就在用啊! 一直用啊! 为什么时候用? 每天都用啊! 每天呼呼的时候不要用啊! 因为这个啊! 我知道啊! 它这个手机啊! 有朋友们用手机或者电脑啊! 或者追剧的时候啊! 会遭受到这个蓝光的污染啊! 没错! 或者作息不规律啊! 像我们年轻人这个! 它可以有效的改善肌肤氧化的功效! 然后呢! 也可以! 我也做功课了啊! 也可以抵御! 并改善这些外界压力和不良生活习惯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嗯! 保持细滑透亮! 你看看我们俊俊这个皮肤状态! 真的就是细滑透亮! 还可以是吧! 非常好! 哎呀! 哥! 嗯! 我每次啊! 待会说! 待会说! 还有惊喜! 留了一个包袱! 对! 那其实不仅有这个! 我们的酵母胶醉精华! 另外还有这个! 紧身衣面膜! 对! 就是这儿了! 紧身衣面膜! 我也很熟悉啊! 这个! 敷上之后呢! 它这个! 就可以保持!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叫紧身衣面膜! 它的肌肤状态非常好啊! 用完之后呢! 这个皮肤变得很紧绷! 我跨年稳会前一天就用了! 难怪你那么有痰痰! 我那么痰! 你看! 就是很痰润! 你看我的肉都没有往下掉! 我们今天就全程这么弹着! 你这么说好吗? 考验大家的这个肺活料的说跳! 真的! 就是让肌肤像俊俊的这个双脚安了弹簧! 很紧绷! 更加的有弹性! 更加有弹性!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皮肤状态变得更好!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检测标准! 就是它的弹润度! 是! 所以大家要保持很好的肌肤! 你用了吗? 我一直在用! 试一下啊! 哎呀!这么弹呀! 弹到这么远! 所以大家想要好的肌肤状态啊! 就是可以用! 因为Fresh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 它的所有的这些啊! 产品在原料的选择上都很天然! 都很天然! 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的这个现代的科技做一个结合! 把天然的产品带到我们的身边! 啊! 是的!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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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次在今年晚也用了! 噢! 可以看到啊! 其实主要昨天晚上没睡好! 但是呢! 也一样皮肤看! 很年轻啊! 很整体好! 很紧风! 是不是很棒! 来我们弹幕给夸一波! 可以玩玩弹红y さ诶参了!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Fresh在护肤的过程中! 诶! 又享受到了这个治愈的过程! 又达到一个非常卓越的功效! 是的! 所以再次期待一下我们新年这个紅茶系列的作品! 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好的感受啦!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当然会有很多好玩的挑战 首先呢 又是他 什么挑战 快问快答 永远都有这个经典的 但是是不一样了 是2023年的第一次快问快答 所以我要跳着回答 可以吗 我们跳着来提问 跳着来回答好不好 给大家正好暖和一下 动一动动一动 我们先来准备一下热身的游戏 热身好了 那不用这么累了 要不然大家可能听得一直有点费劲 画面有点眼花 是是是 来我们先来问俊俊准备了 可能问题还有不少呢 有八九道呢 来准备好了吗 说吧 来请问俊俊 回看自己跨年晚会表演时的 自己的表情是什么 自己的表情 确实有的时候有点傻 你的表情 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看到自己的跨年晚会 就是还挺好笑的 挺呆的 第二个问题 请问俊俊 刷到跨年的讨论热搜词条 蹦蹦跳跳萨摩耶 你是啥反应 我还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 给大家满满的欢乐 萨摩耶不是很可爱吗 超级 不行 怎么了 怎么能形容自己可爱 你难道不 又可爱 又兼并的帅气 潇洒 酷 fresh 冷酷 高冷 我是高冷男生 我的人 是你最好诗 下一笔 请问今年收到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是粉丝给我准备了一个他们有各地的粉丝准备了一些想对我说的话一些他们的那的风景 美食跟我分享 做成了一本小册子 太有心了 谢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下个问题 今年春节如果有时间会选择出门逛逛还是在家里躺 今年春节差点又说 我真想说了 工作是不是 不是 本来是要工作的 但是有一些原因要稍微推迟一下 可能可以回去过个年 但过年也过不了两天 那也可以 就是劳益结合 有可能 还不一定 还没确定 这样还在确定行程 期待更多的好消息 下一题 对 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新年发了那个blog 1月1号的blog 这个叫blog plog也可以 plog picture okok 1月1号发的那个就有很多那个跟家人你还穿了民族服饰对不对 哎呀哥 好帅啊那个 谢谢 整个就是高冷那个 谢谢知道了 你知道那个穿的什么族吗 就是那个云南那边的 是 哪个族 当然是云南那边的 哈尼族 那是哈尼族 哈尼族 哈尼就是这个族 哈尼族 那你是跟家人都穿了吗 爸爸妈妈也没穿 就我穿了 就你穿了 我爸妈去见的 然后帮你拍了这个很帅的照片 就说哎行那就试一试吧 穿一穿看看 所以新的一年也多像我们Fresh一样走进自然 哎走进自然 拥抱大自然 拥抱阳光 拥抱各种花花草草 哈 下一题 请问俊俊 年夜饭当中你最期待吃到哪一道菜 年夜饭 哎呦 我还真没想过呢 嗯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 丸子 肉丸子 肉丸子 好的 大家给安排一下哈 下一题 请问每年过年必做的一件仪式感的事情是什么 可以好多件 有什么新年必做的仪式感 仪式感的事情 哎 就做了他感觉年才真正过年了 嗯 包红包 就跟家人在一起了 跟家人在一起 陪伴家人 今年我要我 我今天就能学会剪纸艺术 啊 我今年回去就要剪一剪啊 从今天开始每年要做的就是剪纸啊 剪纸啊 今天我们看看到底能学到什么样的水平啊 是的 下一题请俊俊给粉丝们的新年护肤指指招 新年这个就要好好说一说 嗯 是吧 新年嘛 大家肯定要在家嘛 追追春晚是吧 哎 追追剧啊 打打游戏啊 要或者打打麻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肌肤啊 有可能第二天还要去见长会 是的 一定要把肌肤保持细滑透亮 有个好彩头 是不是啊 那我们就一定要用我们的Fresh 红茶酱我们酵脆精华液了 哎 刚才也都说了 它能改善肌肤氧化问题 还能够抵御这个 并改善外界环境啊 对我们肌肤的造成的这个侵犯啊 嗯 走出暗沉啊 拜年的第一天 拜年的 不是过年的每一天啊 过了拜年的 非常好的状态啊 家门打开的时候 给所有的七大姑八大姨 亮瞎他们 说不定 说不定要Fresh 说不定要见长辈呢 是的 给大家好好的状态来面对啊 太棒了 下一个问题 要请问俊俊 如果长辈遇到一些很尴尬的提问 如何高情商的回答 这个大家很关心啊 比如长辈问你说那个 哎说你怎么又长胖了呀 怎么又长胖了呀 就有些长辈看到你说 呀当然不是说你的啊 给大家一些支招的 就比如说看到开门说 哎呦你怎么长胖了 怎么回答 长胖了那不好吗 其实我觉得家长都会关心的是 你为什么瘦了 嗯 那家长长胖了那就说明 哎呦 比如说问我哈 你就说明 小晚辈在外面过得很好 很滋润 那不就挺好吗 日子很滋润 他肯定不会说你长胖了 那如果长辈说哎呀老大不小的 什么时候能喝你洗酒啊 怎么回 哎呀我妈不会问我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那我妈会问我呀 我该怎么办 你怎么办呀 教教我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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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给我妈直接送上我们的fresh 红茶酱 叫我们叫去精华液 拿人的嘴短 拿人的嘴短 说妈新年快乐 不要说话了 不要说话了 拿去用 赶紧去护肤吧 你护肤吧 几春一面膜也给你了 耶 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哈 因为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收到很多拜年的视频 那君君能不能今天现场给大家提前拜个早年 发一个这个拜年的模板 可以吗 这太没有问题了 好不好给他来拜个早年 哎 哎 我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兔年大吉啊 前兔无量大展红兔啊 哎 拜年了哎 那不仅有拜年 我们来个那个有那个音乐版的好不好 音乐版的 过年要听什么歌 世界名曲 什么歌 恭喜发财 哎呀 准备一下来一下好不好 唱了哥 我来唱好不好 我来唱好不好 欢欢喜喜 有时一年 尖尖尖尖平平安安 对对对 打住 今年有我今年还有歌吗 还会有新歌 我祝您攻心 我不是发新歌 我是要唱别人的歌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每年新年都有新歌 很有中国味的 耶 那什么时候吗 大概很快了 很快了哈 那今年就这新歌曲库更新一下哈 更新一下 很好听 哎我昨天晚上真的魔性洗脑 就为了这个新歌 哇那两句一直在我 你哼一下我听听 去透了 没有套路成功 所以我们的快关快答挑战成功 哇 今天快关快答是新年的第一波这个福利哈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带给大家快乐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赢取福利了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俊俊的亲笔亲名的明信片 要在接下来这个环节送给大家 怎么送呢 哎我跟俊俊来一个兔年吉祥话的PK 说什么 就是跟兔有关的谐音的祝福都可以 好的 兔有关的一切好不好 然后谁说的多 只要我赢了你 我就可以获得这个明信片 然后我会转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 你赢了我 你转送我的明信片 那我如果我赢了呢 那你直接送你的明信片 好不好 讲不讲道理 真的 谢谢啊 那我们比拼开始了好不好 兔年的吉祥话 来杨哥祝大家 兔年突飞猛进 大战红兔 大战红兔 那个那个那个 杨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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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兔无量 我祝大家那个什么 兔年大吉 杨眉吐气 那我祝大家 那很高兔 寄出彼此 теп 没问题 获得的办法 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稍后会告诉大家抽奖的办法 太棒了 所以今天那么多的这个喜庆的祝福 欢乐的气氛 都有我们的俊俊带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Fresh的甜猫巨划算的欢剧日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预告过了 现场既然那么多精彩的剪纸艺术 是的 难得的机会 我们也体验一下 好不好 没问题 这边请 走着 俊俊跟我们的老师学剪纸 邱老师好 俊俊你好 老师好 俊俊好 俊俊同学 他直接记住你的名字 你看看 俊俊同学 非常优秀的同学 太棒了 欢迎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剪纸 我们请朱老师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俊俊要完成什么挑战 先问一下俊俊 你这是第一次上剪纸课吗 好像小 小的时候 成年以后第一次上剪纸课 然后呢 一个是对你来说 这是成年以后第一次上剪纸课 另外一个呢 我们今天时间其实并不多 可能只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小课堂 但是并不会降低对你的要求 那严格 我们看到了今天桌上我们都已经准备了双色的纸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双色双层植物主题对称结构的一幅剪纸作品 十二个字 双色双层植物主题 双色双层植物主题 对称结构 但是最后这四个字其实是对你很友善的 因为我们对于初次学剪纸的朋友 我就会建议说我们来做对称结构的东西 因为对称的图案是会有一种很端正大气的感觉 所以你放心 你今天放心剪 整次来一个是好看的 好的 谢谢老师 来那我们请老师把 这个是工具对不对 对都是工具 剪刀拿好 然后现在俊俊这边拿两张纸 上面画了对称图案当中的一半 比方讲就是像我们这一张蓝色的纸要剪的这个植物 我把这张纸先对折 这样的话上面只需要半颗植物的图案 我就可以剪出来了 你就可以剪出一颗完整的植物 先专心的先来这一张 没问题 好吗 我剪哪啊老师 俊俊俊的完全自信 所有的实现的部分 就沿着这个 那这呢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会给大家的建议是初学者 我们先剪这些细节部分 再剪外面的轮廓 所以我建议你的第一刀 把里边的镂空 把里边的镂空 我可以 我有一份 我可以陪你一起剪 好的 太好了 所以老师我先剪这了 好的 对的 你不要慌啊 没事的 你看老师剪完 跟你剪完完全是两个东西吗 我还真的准备两种不同 不会吧 对你先剪 到底这个是什么植物 一会儿我们请俊俊剪完之后 我们来一起猜一猜 猜一猜 我们要说的是 今天准备的剪刀 也就是我们其实非常普通的 不是很专业 工艺美术专用的剪刀 所以说俊俊最后 能够剪出一个漂亮的作品的话 这个就是他个人动手能力很长的 哎呀 老师的智慧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 别把我说的太高了 可以啊 你第一 待会我就很好啊 很好啊 谢谢啊 剪得非常流畅 很高了 你这个尖头也剪出来了 感觉吗 嗯 拿一下 有我在你不用担心 好的 是 然后呢 然后你可以 然后你剪这些小小的分岔 对吗 我已经感受到新年的气氛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 大家可以在春节的时候 跟家人一起完成 是的 是的 这个还是很开心的剪刀 因为刚才听到俊俊说 他以后每一年的春节都要剪纸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老师没有 我没有 那个老师 听到了 我听到了 我们今天就从一个比较简单的图案开始 好的 然后每年有一些小进步 对的 手都开始抖了 有点吓人啊 你会看到我今天给你设置的这个图案 当中的这些支支插插的 我都尽量的用了直线条 因为这样的话 比较好剪 对比较友善 剪刀用才会简单 可能明年就会要求你做 蛮圆形的 更精细的尝试啊 各种曲线 圆形应该很难剪吧 曲线的会更难 是用镂空进去的也会更难 但今天你看我们当中 这镂空部分也是从中间剖开的地方 直接可以剪进去 哦 是的呢 专门为你考虑过的 哎呀老师 我这个是不是 这个什么水平啊 这是学前班的水平吗 那公道的说一句 比学前班要好很多 大概就小学一年级了 不能再多了 俊俊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一个枝刹的一个 对一个枝刹 完成了啊 好我们先来准主干 主干 哎呀这个画面真的 然后呢 然后然后你剪这一刀 这一刀 对的不要剪到头啊 就是 没有问题 好的 不要剪到头 对的不要剪到外面那个曲线的轮廓 明白明白 嗯 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说 初学者我们先剪细节呢 就是说当你细节上出现一些小小的插错的时候 我们的外轮廓可以随之做一些调整 所以就不用紧张 所以老师您已经预料到了 我会出现一些小状况 剪这儿了吧 对 对的 什么样的感觉 自己在这剪的过程中 你放轻松剪哦 嗯 这是你自己的作品 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是的 是的 很轻松很轻松 因为剪是一个很治愈的事情 是的 可能从今天以后 你又多了一个心持爱好 多了一个专 对 原先你是喜欢蹦蹦跳跳的 也许以后你就会有一个安安静静的一个爱好 老师也入坑了 蹦跳舞台 蹦跳的 蹦蹦跳跳的把它剪了 这个位置 小心手 小心一点点 在剪这个位置 对 感觉我像有多动静一样 哈哈哈哈 欢乐嘛这个 啊 兔年就是要蹦蹦跳跳的 对吧 像个小兔子 减脂的时候别了 有点危险 啊 那当然 嗯 好 我们俊俊现在已经 现在完成了 赖友的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 而且我说三分之一有的 嗯 时间还来得及的 没有问题 可以的 节奏很好 啊 弹幕的朋友可以 前方给我们俊俊加加油 啊 其实我们 呃 镜头前的这些朋友们呢 如果说你有兴趣像俊俊一样 要学剪纸的话 觉得你们也可以拿出纸张来 其实我们对纸张没有要求 嗯 普通的打印纸的那种厚度就很理想 是的 然后我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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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剪这一把 没问题 剪下面根织 剪大的容错了 对 剪根织 那就快了 嗯 马上要完成我们今天俊俊的第一幅剪纸作品 而且这个听说最后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剪纸 对 会有一个小小微一个光置的 哇 期待 其实剪纸 我们第一步是呃 决定造型 打草稿 嗯 来画画面 这是第一步 之后当中一步呢 就是剪的过程 剪或者刻 因为像刚才我展示那些比较复杂的图案 我可能会用到刻刀 来来做一些精细的部分 这个很难剪 这很难剪 老师 这怎么 啊 这这这 这这这 遇到一个想办法啊 看到 以后遇到这样的地方 你从这里开始前 哦 对不对 你换一个像进去 我怕你 你没有画到这外面 我怕到时候这不要剪 哦 也可以这么剪 你放开 放开你的胆量 你都要留一点吗 无所谓的 你可以自由发挥 没关系 你可以决定这个树枝有多 多大 多茂盛 因为这是 这是你的作品 我只是帮助你一下 你可以加入一些 你的自由发挥 不要了 还是不想把我自己的作品 给破坏 而且这个大家 就是可以自己用 家里面的剪刀 家里面的线 都可以 对 其实春节的时候 大家都很 就是喜欢贴窗花 如果有机会的话 自己剪一个贴上去 其实也很开始 很有意义 也希望大家 从我们这次的新年包装里面 获得一些灵感 对 老师那个符字好剪吗 就这样挑战剪字了 我去问一下 明年再用磨砂 这个我也很好奇 是不是剪字比剪图形更难一些了 因为中文字它不对称 对的 这个是不对称的 所以说可能你在设计的时候 你要先把这个字的位置 给设计好 然后围绕它来做一些图案 你说要剪个工俊这两个字 那得多费劲 比划带过了 是的 是的 很难剪 太难剪了 明年就可以了 我们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在家尝试一下 把我们俊俊的剪一个俊子贴在这个窗户上 那倒是可以的 今年的一年就是很潇洒帅气 别剪俊子了 就恭喜发财好了 俊的功好不好 恭喜发财太棒了 像这里我们是一些大的比划 你就可以放心一点剪 没关系的 因为你里面细节都剪得很完美 而且我发现俊俊做事情 它是比较认真的 它即便是这样一个老师在身旁 他也是很细致的去完成 哥也不是了 其实这是这么多人看着呢 对吧 总不能翻车了吧 希望能完成的好一点 对对对 但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彩排过 这就真的就是现场第一次剪 杨哥又开始给我离flag了 这个叫什么来着 给你扒高 又给我扒高了 又开始了 拒绝生还 对 点得真的很好 我很担心这幅画你剪完之后 舌不都送掉 老师你剧套的 我们就本来就不送了 谁要送 我们真的要送 我们真的耶 到底要不要送 送给谁啊 就一个人 送给直播间的朋友嘛 对不对 剪好了 对不起老师 稍等我 十秒钟 我去 行 行 我们准备一下 一会儿来 我们待会儿请俊俊来 给我们打开这个 刚刚完成的剪纸作品 对称的一棵树 你刚刚俊俊的剪的过程中 老师你一个直观的评价是什么 我觉得他很认真 他非常仔细的 完全的按照这个 谢谢啊 回来了 可以了 我的好了 我们说 给大家展示一下 现在展示不 先把它展开好不好 先看 展示一下吧 嗯 展示一下不老师 不是你自己来展示吗 俊俊来吧 俊俊来吧 对 对 一把打开 哦 耶 哈哈哈 这是个什么树呀 这是一个 哇 还是挺好看的 我们展示过的那种树型很奇妙的非洲锋利果的果树 哦 为什么我们要剪这棵树呢 嗯 因为锋利果又有一个名字叫吊灯果树 哦 吊灯果树 吊灯果是什么 就是非常的明亮 嗯 光芒四射 哦 颜图四景 哇哦 孙俊一样给大家带来暖暖的正能量 对 暖暖的正能量 Amazing 哈哈 那我们来了 我们现场就请俊俊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表框的画框当中 我们先把它放过来 嗯 看看铅笔的印子在这边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反面 哦 懂了 铅笔的印子是放在反面 不要让人家看到的 然后我们会把它制作成一个画框的剪纸 稍微放 作品 哦 然后借由我们今天的稍后的时间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 可以留在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掉灯果它是要发光的对不对 啊 怎么发光啊 还有一个奇迹 我刚才说了我们是要做一个双色的 哦 对不对 你可以 贴上去 对 我们来 沾上一些 没问题 金光闪闪的果实 这个就你自由发挥了哈 你想 那果实肯定贴多少贴多少 得 得 得在树上吧 那总不能在根上吧 嗯 多来几 对 对称一下啊 可以的 哎呀 讲究 对称一下 嗯 可以 大大小小都可以有 大大小小 给我带了两种直层的 哦 对 你没看到 对不对 哎 再来 很期待最后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个金光闪闪 硕果累累的这个果实 我觉得够了 可以了 好 不能太多了 来 上面这块放上去 每一颗都是很珍贵的 对对对 点到即止 那我们就把它给装表起来 哦 没有一个 仪式感满满 天哪 你来放 哎一起吧 一起 一起一起 是 俊俊的 太隆重了 太隆重了 十分钟 小小 点指刻 谢谢大家 嘿嘿嘿嘿嘿呵 哎 клé особ 我们展示一下吧 拿在稍微高一点的 当当当当 怎么这么好看 谢谢阿哥 你看它就是 枝叶繁茂 根也扎得很深 是的 闪闪曹光 它很沉稳 老师画的好 老师教的好 最近剪的也非常的 你看 完全一点点都没有脱离 原先的这个画的轨迹 很尊重圆珠 老师非常的认重 老师我觉得我好像 这个在上小学一样 这老师特别鼓励 就是喜欢这样的老师 就是喜欢这样的学生 能活泼也能做得住 谢谢 那我们请俊俊在上面签个名 好不好 新年祝福 新年祝福 加个祝福加个签名 然后我们就把它 玻璃都能写是吗 可以 稍后的时间把它送给我们 直播间的幸运的朋友 发财就好了 这个真的太好看了 那么直接 我忍不住想给他 对发财 我要给他拍个照 这个真的有点好看 可以啊 你也可以剪哥哥 我把剩余的纸带走了 是 回家去体验一下 今天再给他镜头看一下 好吧 给大家展示一下 祝大家新年 都发大财 耶 谢谢我们今天的一个现场 再加上2023吧 是 新年的路角加上 有许明年你就能做很复杂的作品了 是的 老师 你老是在给我立FLAG 哈哈哈 我们所有的小目标还是要定一定的 2023 你看完全对称 连2023都对称 对称一下 鼓励一下 谢谢 太棒了 也祝愿所有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们都能够收到这份发财的祝福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也接近尾声了 非常开心 我们俊俊来到我们今天FLAG 和我们的天猫的这个巨华算欢聚日 给大家分享新年祝福 然后也传递很多欢乐 老师有什么祝福 也谢谢您今天的现场分享 谢谢啊 有的 我今天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热爱自己的所爱 从内到外充满能量和光彩 我们要一起开启兔年的FLAG 开始 哇 又爱所爱 那俊俊有什么祝福 我就祝大家 这新的一年都能万事顺遂 兔年大吉 发大财 发大财 再次感谢大家 那杨哥也有祝福送给大家 行 借由我们俊俊今年可能会跟大家见面的三部作品 给大家送送祝福 祝各位宝宝们所有的跟家人们家庭方面 祝大家安居乐夜 安居乐夜 这代表的是什么作品 安居乐夜 嗯 安乐传呀 天哪 没反应过啊 然后呢 我就借你的作品 我还以为你 你要说我唱歌的那三首歌呢 还有三首 安乐传 给你诗歌多气反讲 没办法 那第二个祝福呢 要祝给大家 就是在事业方面 祝大家逆风翻盘 逆风翻盘 我要逆风志 然后呢 在感情方面也要祝福大家 祝大家在感情上面都能够遇到一个很棒的红娘 然后给你安排一个又fresh又俊的这个对象 狐妖小红娘 满满的新年祝福祝大家 新年八头仲好运好彩头 好运好彩头 好运好彩头 再次谢谢我们今天的俊俊 我们的品牌代言人工俊 也谢谢我们今天的老师 我们的邱老师 还有我们刚刚的秦冰老师 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干货 是的 然后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在新的一年 拥有我们fresh的这个艺术剪纸限量版的跟大家分享的红茶系列 是的 开启fresh 新的一天 把好礼物带回去 分享给你最爱的人吧 OK 今天直播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接近尾声了 然后我们大家继续锁定我们fresh的直播间 包括接下来两天 还会有其他的惊喜和内容在fresh的直播间等 后大家一定要不见不散多多期待了 不见不散 拜拜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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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前面 又在这里 石松 好